好 我們來看中國的經濟 在二零二四年可以有起色嗎 好 我們來看中國的 這個國務院總理李強 他在達沃斯論壇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數字 雖然這個全世界聽完都覺得 欸 是這樣嗎 但他就這麼說 他說我們來看二零二三年 中國經濟的GDP 有百分之五點二的經濟成長率 比他們本來預期 百分之五要來得更好 但大家就是問號 覺得二零二三年 中國經濟有到百分之五點二嗎 這是一個問號 那接下來二零二四年呢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經濟學家 大家都認為接下來中國在二零二四年 挑戰持續 而且說不定會更嚴重 我們來看最近的一些現象 我們待會再來看 什麼叫四滴難題 最近的一些現象面 你來看上海 哇 這個是北上廣深對不對 最厲害大城市 上海的寶格力酒店 當初在蓋的時候 哇 金幣輝煌 超級厲害 走進去達官顯貴 但最近呢 出讓了 賣掉 經營不下去 很多上海人說 現在看寶格力酒店裡面 都有小貓兩三隻 根本沒有人 華僑城集團 用一百零七億賣掉了 說他現在是虧損連連 再來看一個 這是發生在中國 有好多重要的城市 都出現了 公司發不出薪水 員工得要去維權 說你薪水能不能給我 快要過年了 這些呢 你會覺得它是單獨的現象嗎 但其實呢 都反映出中國的經濟 在二零二四年 其實迎來的是 更嚴峻的挑戰 我們來問問家長老師 現在大家說 所謂的四低難題 到底我們要怎麼觀察 在今年的中國經濟 也觀察二零二四年 中國宏觀經濟 我們首先講 它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缺乏可靠的數據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官方公布的數據 普遍都被認為有水分 然後再來呢 就是有些數據 乾脆不公布了蓋牌 或者用新的統計方法 重新公布 那麼跟之前的數據 就沒有可比性 缺乏一致性這樣子 那麼這樣的結果呢 造成說 你要觀察中國經濟的話 你變成必須要 透過其他數據 來交叉比對 比如說那個用電量 銀行貸款量這些 或者你去用具體的個案 就是用田野調查一樣 這個實際觀察 只能這樣變通的辦法 那麼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注意到說 景氣不好的時候 那個奢侈品消費 或者高檔消費 會比較落後 有錢人他比較不受影響 景氣不好的時候 比較受影響的是中下層 首先首當其衝 到最後才影響到高所得族群 所以如果影響到高所得 那就已經很嚴重了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個案 就是這個上海保格力酒店 因為三年的疫情 風控 再加上這個景氣不好 內需市場也不好 還有國際遊客減少 所以這個酒店就被賣掉 然後第二個個案 就是這個玩具工廠 達奇華生電子 剛才有提到這邊 玩具工廠 它這個玩具跟衣服跟鞋子 這些是最重要的勞力秘密集產業 新工業 它是經濟發展初期的時候的一個重要產業 現在也花不出工資 而且我覺得 江老師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觀察 因為它是三十年的一個勞廠了 也就是說它撐過了很多的所謂金融危機 結果到現在撐不住了耶 對 所以這裡面反映的 第一個是外銷訂單流失 第二個是國內需求 內需不足以填補外需的缺口 另外一個就是 宏田國際採購中心 這個也是旅館業的一個採購中心 它也是因為花不出工資 然後被員工的討薪水 這個維權 然後再來的話 花旗銀行 全面停掉在中國的業務 大概裁員會 有數百萬人會失業 就整個中國業務要撤出來 然後另外 這個拖欠工資的事情 反映出來 從就業到所得到消費 這些收縮 就構成通貨緊縮的 這個基本內容了 所以我們看到所謂4D 它的四個4D 第一個是債務 Date 就是我們換到前一張 再來第二個是通縮 通貨緊縮 然後再下來的話 是金融要去風險 然後最後一個人口結構的 老年化 少子化 這些影響 就是人口紅利的消退 從這幾個現象來看 我們看出來 第一個外銷訂單的流失 影響出口業 製造業 然後會造成債務危機 然後房地產危機 然後信心危機 最後這三大危機表現成資金外流危機 然後資金外流危機的話 就會影響到人民幣的匯率 然後人民幣匯率在過去12個月 大概跌了6% 估計現在還有繼續下跌的壓力 所以從經濟的不景氣 衰退下行 看不到扭轉點 現在的問題 然後就會影響到人民幣的走勢 然後最主要的是 現在還要加上地緣政治風險 包括台海南海 朝鮮半島 甚至於印度洋 阿拉伯那邊 中東那邊 然後再來的話 看出來 美國的高薪技術管制 會傷害到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然後最後的話 失業問題擴大 變成內需整個收縮 無法填補 外銷訂單的流失 那麼這樣的結果 失業問題會擴大 中國經濟前景 會看不到這個止跌回升 所以現在看起來 不能樂觀的原因在這裡 然後中國政府 最重要的是 他經濟動能不行的時候 他又拿不出 有效的刺激方案 所以一方面推不出 新的經濟增長動能 二方面的話 政府也提不出 有效的刺激方案 那一個重點 當然是因為財政 中央到地方 這個財政壓力 讓他等於是 沒有錢來花了 沒有辦法靠基礎建設 投資來刺激經濟 因為那個都飽和了 那江老師 我們看很多外資 都在撤出中國市場 那如果很多的觀眾朋友 他們之前都買一些 新興市場基金裡面 都有中國的股市的話 是不是應該稍微比一比 我覺得應該 應該要 因為現在主要是中國經濟前景不好 不像一般的景氣衰退 現在變成一個長期下行趨勢 是看不到扭轉